各位好歡迎大家收看 2020年第一集的節目 今次我想說的就是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 令一首曲拉得有趣一點 一首曲我們以為拉適了音 拉適了拍子 甚至拉適了大小聲 那首歌就會變得有趣 其實是不是這樣 明明自己是有做Vibrato 明明音是準的 為甚麼都會悶的呢 到底要做些甚麼 一首歌才會有趣而不悶呢 大家如果學小弟琴 可能最初都是由 鈴木、Suzuki學起 那鈴木去到第四冊的 第一首歌呢 就是一首學生協奏曲 是由Site所寫的 我想說的就是 是不是我們如果照著譜上面的音 照著譜上面的節奏、功法 那一首歌就會有趣呢 我還未加Vibrato 那可能你說 那可能好像悶了一點 是不是因為沒有Vibrato呢 那我又再試一下加Vibrato 雖然有Vibrato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當然是很平平無奇 很平淡 是沒有甚麼特別 為甚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去 你那首歌想表達的東西 譬如如果那首歌是輕快的 那我們首先問自己 我們所拘捕的東西 夠不夠輕快呢 只是看這兩個音的分別 我其實不一定要這樣拉 我其實可以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有甚麼不同 如果我把它拉成 我拉完第二個音之後 或者首先我第二個音 用的功速是和第一個音不同的 我是快很多 但是我不是整個這一下動作都有聲音的 而離開一條弦 離開一條弦之後 就聽到那個音的 即是繼續 還未完的 即是那個 的那一下 但是 如果我們不是去想 我怎樣去 這首歌是很輕快的一首歌 我們怎樣去做 怎樣去表達到這件事 怎樣用我們學到的技巧 不同的功 其實還有一件事 功速 其實功速這件事 我們在練習曲那裡會學到 但是 學了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慢的全功 或者快的全功 但是我們何時用呢 我們很多時候 學了之後 我們不夠膽用 我們學了之後 不夠膽用 所以 我們 很可能 學了還學了 但是我們拉呢 仍然都是 會不會試一下 我們很少會把半拍拉到這麼短的 但是在這首曲裡面 如果我們想讓這首曲感覺到是輕快的 那麼這一個半拍 其實就要很短 還有輕的 然後再看看這一個 其實本來不需要這樣拉的 我可以 也不是錯一份譜 也沒有說要離開這條弦 但是 原來這樣拉呢 是更能夠表達那首歌的風格的 所以 所以 用這個例子呢 就可以 去 畫到給大家看 其實呢 我們 嗯 學到那些 Staccato 或者Legato 不同的 弓速 弓速不單 其實不是只有兩種 不是只有快慢 其實是有無限的 那麼多可能 Vibrato的快慢 究竟它有多闊 是很窄的Vibrato 還是 很闊的Vibrato 我們需要一種 那麼煽情 那麼戲劇 戲劇都 是 有些 誇張 是完全過了龍的 效果 我們需要不需要呢 我們或者是需要的 但是 不是只有一個 formula 不是說 不是只有 on or off 不是只有 好像燈掣那樣 是亮 分三段 的光暗 不是這樣的 那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學了這些技巧 左右手的技巧之後 我們 怎樣用出來 我們根據什麼用出來 我想起今天 上課的時候 我跟學生說的 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不是因為 喜歡 某一首歌 我們才是 用心去 拉 其實 我們用心去拉 這首歌 和我們 喜歡不喜歡它 是兩回事 當然 如果我們喜歡 那首曲 那麼我們會 就會容易一點 做到 那個效果 或者比較自然一點 但是 即使自己 沒有什麼感覺 甚至不喜歡也好 那 你也要問自己 到底這首歌 那個風格是怎樣 或者 聽的人 聽完這首歌之後 他應該 他敢不感覺到 那個作曲家 想寫的東西 我覺得 拉琴的人 不論他在什麼程度都好 應該是 在練習的時候 要有這個想法 我們不是 做完一樣 才第二樣 我們不是 等技巧完全一百分 等音準 節奏全部是滿分 然後下一步 才去看看 如何表達那首歌 我們不是這樣的 甚至我們如果太過強調 太過強調 那個技巧上面的 準確 而忽略了 我們以為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 但其實不是 這是基本的東西 但是 音樂 比起基本的東西 還有很多很多 甚至是後面 其他那些東西 才是音樂 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 不是靠 一些音準 完美 或者是 節奏完美 去 令人感動 人家不會 因為這件事 感動 如果人家 真的因為這件事 感動 他就不用 去聽一個人 去演奏 他只需要聽電腦 或者聽電話上面的零聲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 就是 這次就說 我們學了這些技巧 我們試試用出來 可能你說 我都不知道 就是 我都不知道 我用得對不對的 有什麼辦法呢 試試唱出來 譬如 用回剛才那個例子 我們如果要唱出來 就是剛才那幾個小節 我們不會是 Duh la D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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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但很多時候 我聽學生拉琴的時候 他們真的 不是說他們 故意想拉得那麼悶 但他們沒有 去 再想多一步 其實我自己學琴 或者 我自己學琴 最初都是 以為這一樣 拉適合節奏 我想起 如果我當初是 有 多點唱 或者會 早一步去 明白 這個樂感 這一回事 我們唱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唱的 我們沒有一首歌 是會 Duh la Duh da Duh la Duh da 就算你不懂的時候 Duh la Duh 但是很自然 第二個音是會輕一點 是會短一點 Duh la Duh da 當然不會這樣 對吧 所以我們 怎樣去用 學了的 Articulation 學了的技巧 去做這件事 做得好不好 是另一回事 但是 我們能不能做到 Duh la Duh la Duh la 怎樣才能做到Duh la 那一定不會是 不像 所以 Duh da Du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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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去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感覺到 那個旋律是 是 豁然開朗 是比第一句更加 輕鬆 開心的呢 那 Du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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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這樣拉的 我們會這樣唱的 所以 我們不會 我們會向著最高的音 五 Duh la Duh Duh la Duh la Duh la 如果大家現在在看的時候 除了我從那個動作做出來 整個動作做出來 整個身體 甚至面部的表情 應該是跟那首歌有關的 不是我刻意去做一些做 member 而是 甚至這個動作 或者這一弓 為什麼要用上弓 為什麼要用上弓呢 不是因為我份譜寫 不是 因為它是一個upbeat upbeat的感覺 是跟吸氣和上弓有關的 upbeat和吸氣和上弓有關 所以我們才會用上弓 我們用上弓才能夠做到這個 如果要做一些很肯定的拍子 很自然我們就會用下弓 我們不會用上弓 所以大家看到 在我們運功方面 在動作和表情上 全部都是直接告訴別人 你如何去看這首歌 如果這一刻還沒做到 也不要緊 但是呢 不妨試一試 其實 你所懂的歌 你試試唱一下 如果想知道怎樣拉的話 你試試唱一下它 我保證 如果你有唱的話 你唱五六次 或者甚至更多 你慢慢呢 是會明白 怎樣去教你的手 教你的手腕 如果它很緊張的話 怎樣令它放鬆 只要你以你所唱的那個 那個唱法為目標 而在樂器上模仿 做出來 你慢慢就會明白 怎樣在樂器上 在樂器上 是讓別人看到 你有迷感 我希望這次這條片 是幫到大家 怎樣去 令一首歌 是有趣 就算不可以化 扶紐為神奇 至少不要化神奇為扶紐